施政报告提出了多项医疗改革 而市民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普通科门诊 在改革之后就改为主力照顾弱势社群 辅助弱势社群政府当然习无旁贷 但作为市民都可以参加多些不同的社会活动 去了解更多不同人士的需要 香港有不少需要大家关注的 弱势社群 根据政府统计署最新统计调查 香港在2020年一共有53万4200名残疾人士 大约占整体人口7.1% 早年就有人用冰桶挑战为占冬症病人筹款 及提升大众关注度 而今年就多了人关注轮椅人士和视障朋友 不过其实全港还有大约77000至9万名的智障人士 大约占全港人口1%至1.2% 而他们是未被纳入残疾人士的统计数字之中的 近年政府和多家社福机构都推广共融概念 说的不单止是提升大众接纳和包容能力 更多是说群体之间的共融 不过很多时说就容易 实行起上来又可以怎样做呢 Chuisa 你们机构是提供什么服务的 我们主要为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智障人士 提供好几组不同的服务 当中包括了学前教育 特殊教育 日间训练 社会企业 职业复康 附在就业 地区支援 复康治疗等等不同的服务 我们的会员主要都是智障人士 他们的心理和心理很多时都会受到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影响 我们的会员同时有机会患有自闭症 包括障碍 吞烟困难 境遇或行动不变 他们都会使用一些辅助器具去行动 甚至有一些需要长期恶座 而智障人士亦有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有一个提早老化的状况 很多时40岁就会出现老化 身体机能就会出现衰退 可能沟通会有一些障碍 因为他们有一部分是表达不到的 他们说不到 他们的思想可能会比较慢 未必更加贴 亦都因为他们这些障碍 他们找工作做 学习都会有困难 随之的状况就是经济都会出现困难 智障人士在日常生活之中 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比我们想象中更多 所以社福机构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 让他们可以和大众接触多些 令大家可以了解更多智障人士的耐心 其实我们看市会的跑楼梯大赛 在2004年已经开始举行 我们用跑楼梯这个概念 寓意大众市民和我们的智障人士 一起透过跑楼梯 一起去克服困难 齐步向上 我们都分了四种比赛 有75层、29层、共融赛 还有一个七层的亲子体验赛 共融队就是我们透过邀请不同的企业 邀请他们的企业员工 会和我们特殊学校的学生 和服务使用者 都是一些智障人士 一起组队 在比赛之前 他们会一起练习 让企业的员工 多点了解我们服务使用者 智障人士的特性 和他们的相处技巧 透过整个比赛的过程 达到共融的概念 这次这个活动有15间企业 超过500人参加 当中最有意义的就是莫过于共融组别 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医生 你好 我是阿峰 Hello 我是英祖 第一次见大家 平时放学做什么 放学有时候出去训练 二四就出去做 凌晨就出去训练 一三五就会回家 你们是不是第一次跑楼梯 去年有没有参加过 之前很未曾过 之前没试过 哦 我觉得跑楼梯 都挺辛苦 都挺辛苦 最高就是最辛苦 最高也是最辛苦 第六层去第七层就是最辛苦 是 平时有没有接触过同类型的病人 因为我本身的工作 都是比较后勤一点 所以其实接触一些 对于身体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是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更加珍惜这次的机会 可以和他们一起合作 去完成一个比赛 我有时都会接触到一些类似的病人 不过他们通常进来 都是有一些感染 有不舒服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做临床工作 但如果和一些状态很好 很健康的人士去跑比赛 我就第一次了 那有没有说为了这次这个比赛 或者这个活动 特意去做一下功课 看看如何和相关的病人去相处 虽然是有身体上的困难 但他们都很努力地去克服 他们也有训练 我相信这些都会令到整个赛果很顺利地完成 我想我都是用平时跟病人沟通的方法 就是看他们的眉头眼压 身体语言 跟他们沟通 我想应该都不会太难 如果能够和看照会成员一起去做运动 去和参加比赛 其实我觉得维持战畅分力都充满意义 是否今年第一次参加跑楼梯的活动 是呀 我有上体育和跑步特殊奥田径训练 那即是都很准备充足 是 想捉牌 和想快点上奖 因为我第一次跑 所以就有点紧张 是否也是第一次参加跑楼梯的活动 是呀 平时有没有做运动 有 有 做什么运动 跑楼梯一次 平时练习有什么困难难不难 有些难要跑多些步 就不会那么难了 会不会都是尽力完成 都会 大家互相认识完 就可以做好热身 准备练习跑楼梯了 三位刚刚就训练完 那训练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感受 或者有什么难度 我觉得他们非常合作 而且很活潑 又年轻 我觉得他们都很踊跃 对于跑楼梯的活动 所以令到我也很作异 老师可能训练得很好 他们很听话 很合作 所以整天训练过程都很顺利 这个大型活动已经圆满结束 但是未来又可以怎么继续 帮助一帮智障人士融入社会呢 透过日常的日间训练 不同的小组 提升他们的技能 沟通技巧 希望他们可以和朋友 大众市民可以在沟通 让别人更明白他们的能力 让他们更多跟不同的人相处 之后 我们也会做更多不同的大型活动 令到大众市民明白 我们智障人士的朋友 其实有什么特性 他们跟他们相处有什么技巧 知道他们是如何 不用怕他们 明白到他们其实很可爱 希望透过这种方法 可以明白到共融的概念 人人有屋住就是社会的愿景 不过大家都知道 香港轮后公屋的时间 是以年计的 所以等上楼的市民 真的等到脖子都长了 对, 为了令大家不用忙穿秋水 其实房屋住一直都有想法 去增加公屋数量 其中一项就是家建计划 为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 香港房屋委员会不时检视公共屋村内 或轮近的空置土地 空置校舍用地 公共运输交汇署 以及未被善用的政府 机构或社区设施用地等 作家建发展 近月在沙田的美田村 房屋署就开展了工程 家建一栋公屋 提供约450个单位 家建计划 是为了减轻轮厚公屋的压力 善用现有的屋邨 以及轮近的土地 这个想法真的值得一赞 不过对于这个工程 街坊就有些意见 就是现在走路上学那条 骚髒了 我们要走后门 是这样就要走久一点 就是怕它可能 起了一栋新楼之后 挡住了那些风 就是那些风吹向他们那里 不是出我们这栋 我们是很开心 能够累 可以坐下走路 可以坐下 以及一些设施 一些小朋友 可以在那里起床 但是现在又再起楼 是不是好像插枝针 密麻麻那样 对于我老人家 将近就木 就没什么影响 但是对于那些小朋友 我觉得是剥削了他们 嬉戏的地方 移酒了 唯有走去美林 美前那些玩 担心以后楼下没有东西玩 有些不会去世 因为平时我和我弟弟 都是去过局工一切玩 那现在怎么办 我和我弟弟 平时是去了另一个公园 但是会不会想 有这个儿童游乐场在那里呢 想 有村民向我们表示 工程不止带来沙尘和噪音 就连回家的路 都长了不少 最受工程影响的 可能是美全楼的街坊 望出窗外 原有的篮球场 儿童游乐场要让路拆射 换成眼前的大型工地 以楼下行人道 大部分地方也已经加上围板 只有一条比较窄的通道 供街坊出入 家建工程会在村内取用哪些地方 是会用了现在那边的篮球场 垃圾站 和一些康乐设施的地方 是会拆除了 然后会再新建一栋公屋 整个工程都要六年这么久 其实有没有房处做一些设施 去帮助村民 去舒缓他们生活上的麻烦 有的 好像行人道那里 居民走出村口的道路 是绕道了的 因为都会日晒雨淋 房处那边也是安排了 兴建一个上盖 让他们出出入入 就不会以致被日晒雨淋影响 至于那个篮球场 也都是会搬迁到西边 现在的垃圾站 会改建做篮球场 继续提供这个康乐设施 除了篮球场 是不是还有个儿童游乐场 都移动了 没错 儿童游乐场那里 需要兴建好这个公屋之后 才会再选址重建 这六年儿童游乐场都会没有 暂时这里会先没有 在这个家建的过程 都会有一些沙石 噪音 如何处理 这些问题 我们都会维持 与环保署那边联络 看着这个情况有没有恶化 或者影响居民的人数 会不会增多 我们继续去监察 自己有屋住 也希望别人有屋住 相信大家都愿意忍耐一下 至于家建之后 有什么要协调 明晚会继续深入了解 报料的话 欢迎大家WhatsApp 到6896-0931 明晚继续一线搜查 不少香港人都喜欢不上旅游 吃东西,到处游览一下 最近有没有回大陆玩 一个月一次 昨天才回到深圳 喝喝吃吃 近日有报导指 港人热爱的旅游地点深圳 鲁鱼病毒激增 不知大家会不会担心呢 紧贴时事,一线搜查